欢迎收看2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的是 花莲县府15号举行113年新春团拜 由县长徐真卫请指龙珠 卫生局长朱家祥以及同仁共同五龙 并致迟表示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动 特别是中国旅游限制对台湾的观光农业的影响 未来都充满挑战 齐勉同仁持续坚持岗位做好准备随后相互团拜 祝福全县相亲 御龙踏春来龙年好运到 花莲县府15日举行113年新春团拜 开场由县长徐真卫亲指龙珠 卫生局长朱家祥及同仁则同行五龙 包含财政处带来火力舞蹈 以及花莲镜省市战鼓团 以祥师庆贺万事荣义对联祝福县府同仁 经过了七天完整的七天的休假 我想我们在这里要谢谢警察局 要谢谢消防局还有观光处 给他们在七天轮子的时间 给他们掌声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回去放年假放大假 在这里正位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们所有的县府的同仁以及家人 我想在七天的完整的陪伴家人 以及完整的休息之后 我们更有体力而且让大家这个精神意义饱满 来迎向113年 113年充满了挑战 但是我们依旧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依旧对于我们的县政的推动 硬体设施设备的推动 一起来这个坚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继续努力 面对挑战 华林县府 其免同仁持续坚守岗位 继续推动县政和硬体设施的建设 共同维护全国乡亲扶植 团败后 包含县长、副县长、秘书长等人 亲手发送开运福袋、扶植、喜堂 祝福所有同仁开工大吉、农年好运 记者讲方言 华律师报导